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您收看到的是《非长夫妻》 我是主持人影长 前一阶段有一部电视剧叫《潜伏》 热播 很多人从这部剧当中学到了一些 这个倒心眼的心得 今天我们请来现场的就是一位 潜伏当中的人物 来跟我们一块分享一下 婚姻当中的这个潜伏之道 他是谁呢 我们看一眼大屏幕 潜伏剧中 他把老毛深算的吴战长 饰演得入目三分 冒心无处不在 现实生活里 法旗六十之灵求学未归 戏吃气息 吴战长又当爹又当妈 潜伏八年 多才多艺多面手的性格演员 与才女过日子 会过出怎样与众不同的生活 冯恩赫继营 戏品吴战长婚姻生活的潜伏之道 接下来就有请潜伏当中的吴战长 冯恩赫和他的夫人继营 有请 二位老师好 继老师也就是咱们吴战长的夫人 不是吴战长的 不是吴战长 是冯恩赫的 冯恩赫的 说得对 夫人继老师是从日本专门赶回来的 我听说您是算留学是吧 对 不好意思啊 这个您多大岁数了还留学啊 我是48岁去日本留学 那您这个真是 这很勇敢 到现在也很多年了是吧 12年 他一个当演员呢 自己在国内待12年 您不觉得悬的红吗 不瞒你们说 我现在也差不多这样 我老婆现在带着孩子也在国外 他有悬的感觉吗 他老叨咕这事儿 老查我 您这12年当中 这姨儿在这边 很肯定没犯错误啊 那是 但是一点犯错误的念头都没有过吗 您这12年当中 您这12年当中 这个怎么说呢 得说实话 不让他听见 不让他听见 想也不敢做呀 没话 站得还比较坚定 您知道他塑造 或者说表演的这个无站长 是个什么样的人吗 是一个 道胖岸然的贪官无力 是一个三分官僚 三分江湖 三分狡诈 加上一分通达人情的 十分精彩的无站长 说得好 看一段小片 看一段冯老师 就是在潜伏当中的精彩表演 好吗 我深算 你就是峨眉峰 剧中反派角色的扮演者 胖老师 你那个精彩表演 给所有的人都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想起来 那过去确实演的都是一些正面人物 嗯 起码演员是个什么政委啊 团长啊 这一类的正面人物 不对 因为冯老师年轻的时候是演连长 所以我说她是连长专业护 我还给她级别数高了是吧 对 正好我们也特别希望您跟我们聊聊 你们当初是怎么开始这种认识 我们是有一个热心的介绍人 冯老师这样一个以英俊著称的一个人物 不是她 冯老师不属于英俊姓 不属于英俊姓 不属于英俊姓 她又还不属于 那我跟孙鸿雷这样得成什么样 我想一下 那个时代大概你就只能演地副反坏右了 是吗 现在呢就反回来了 孙鸿雷演英雄我演特务 真实 下边你就已经是英俊人物了 您这么出色的一个职业和形象 怎么还得等人介绍对象 自己还不谈得起 不是同时的 找不着 好在她刚才说有一个热心人 热心人 她是我姐姐的同学 她非常的热心 跟我妈妈说的 她呢那个 她就是演这个 《海峡》里边的阿红哥哥 可是 她人非常的朴实 什么叫可是 我以为她是一个水暖宫 这是夸人吗这个 不 当然是夸人了 当年演员特别困难 但水暖宫都特别活 你知道吧 大家都说 因为大家对演员都很不信任 对吧 这都是被我这样的人把名誉给搞 没我什么事那朋友 没没 这么玩笑啊 我帮你挽回 你也是照水暖宫走 因为是女水暖宫吗 她说这个人呢 谁现在呢 当日语翻译 特假 而且别看人家是个日语翻译 虽然是个日语翻译 但是现在呢 但是看见了跟说破烂的差不多 哎 哎 对 说被理他 等着四个月吧 你这四个月就一直这么敢等着 没再花了一个 那么多年都等过来 还是四个月熬不了吗 我是困难顾 有一个让我等着就觉得心里很甜了 是 是 打完打完 戴上军帽 对 穿上军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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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袖口还没缝 袖口怎么没缝 她磨破了 没关系 等我看着她的时候 嗯 惭愧了吧 人家穿的打完特想样 现在找不着那种工作服的裤子了 工作服的 这还接了大概有五公分 你怎么没导致导致穿这么条裤就来了 就是我那个时候实际上不想结婚 但是我有一个很好的朋友 我觉得他们两个很合适 他是一个军人 我觉得他们两个都是军人 那么这个朋友正在想找对象 后来我就问他 我说的人家说有这么一个人 你愿不愿意和他见一面 你怎么也加入了这个热心人的行列 媒婆行列 把子根给摘出去了 这个朋友他后来又说的 那见一面也行 所以我就去见冯河 想问问他愿不愿意和我的朋友见面 这问题你问 冯河你说也行 不行 为什么呀 给你介绍一女朋友 就是这女朋友来了 我给你介绍人你们见见 我当机会告诉他 你说这不是汗的汗色烙的烙色 你说你将来 要么一个没有 要么一下来俩 行程三角 那不成 坚决不见 我明白了 他这是认为啊 组织上在考验他呢 有这个意思吧 是吧 可能啊 太棒了 我是用运用您那潜伏里的那个逻辑 你知道吗 是他我 我要潜伏得深一点 我不能被他吃的 不能露出来是吧 对 假话我得当真话说 对啊 对 你假话 这刚记就是敬了一个军礼说 请领导放心 我绝不见 我说领导 这个胡香的第一印象怎么样 第一印象就是他那个很爽 当时练过几年健美 然后那个 我练过几年健美 那时候有健美吗 那会儿 有 脱一光芒子 身上磨了还有橄榄油 对 跟那个剥了皮的青霸似的 上级波做出很多特别努力的姿势 在脸上还不自然的微笑着 这个方法有 你这搓澡是不是 你这就剩下了 有啊 剥皮青蛙头上是吴战长 太奇怪了 太奇怪了 喜剧 喜剧 这俩不挨着这个 天亮之怀疑仍舍 假的 你都 他才是 吴战长 让孩子唱所语言说两句真话 好嘞 好嘞 我说你是杂技团出来的呀 这歌我们北京话叫猴顶灯啊 媳妇媳妇就是媳妇 那你们这个街头行动一般都是在哪里 我当然会 不是在他家 就是在他家 这个年轻男女的谈恋爱的时候都是有意无意的要展现自己的内心 优点呢或者是过人的地方 而有意无意的把自己的毛病给藏起来 他问我冯赫你是什么性格的人 我说我性格十分暴躁 真的 你开玩笑 不是真的 那个性格 说完了就完了 有的人说我插上尾巴就是驴 不怕都让跑了 不怕 那吓跑了也就跑了嘛 你如果你将来在一块生活的话 你老说我自己这儿好那儿好 到时候看 全不是那么回事 你自己是个什么人 暴露给对方就完了吗 不能潜伏 不能潜伏 我自己就放在对方面前 喜欢不喜欢是你的问题 那万一人真不喜欢 您要舍不得他离开呢 那我也不能一头热闹 那当时季老师给您的最初印象 是特别什么的 还是也有自暴其丑 或者说不折不掩的这种性格 他呀 我到他家里去一看 屋里出了书就是书 书书呆子 那生活上可以弄的就是 不是特别细致 就是特别周到 我们结婚以后住一桶子楼 隔壁 那陈希家里头有一个阿姨做撑面子 特特棒 嗯 她那天突然说 冯哥 你跟阿姨学学撑面 记住啊 你去跟阿姨 你跟阿姨学学撑面 咱们也做 我说好 咱们也做 好了跟阿姨说好了 下午醒了 和了面醒了面等着 我这边准备做了我就跟他说 你做卤啊 等会我的面煮好咱们就吃 阿姨教我们都开始了 溜面上扣 撑 做好了水锅开 下去了 煮完了端着面 小北 那卤呢 他跟他梳妆写字的 我忘了 我面好了他没做卤 那等你们再来的卤做 人家面是不是已经可以切着吃了 没有 切不动了 撕着吃吧 嫁人以后 是不是慢慢就学点这个 过日子的本事 不不不 不学点 他很会做饭 真的 用他现在自己话经常还说 我特别会变菜 变菜 就是家里什么东西都没有 这找点那一盘菜就出来了 让他做出来比较好吃 你不是也特别会做吗 我当时最会做的是煮挂面 煮什么车 煮挂面 煮挂面 还特别会做 那用会吗 就是人家问你会干活吗 你就是仗着自己 有一首煮挂面的绝技 就敢说自己 就敢吹 在国外这么长时间 我想更多的是老冯这边 这个一出去 孩子不就得你带了吗 只能我带 因为他走了 我也很难出去拍戏 我必须在家里找我儿子 你得给孩子做饭吧 做 做吧 我那时候练了手艺 练了 把刮面一下就练出来了 变成咱们地道的炸酱面 炸酱面 凉拌面 各种面咱都会做了 全是面 不 这咱还会全面 我想起来了 我是非常丰富 我在我们家 我特别自豪 这么多年过来了 爱人 博士 教育学博士 儿子变上学硕士 自己 还有呢 儿子交了一个女朋友 在读的硕士生 科家伙 我 什么都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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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今天呢 我们也把冯恩赫 和季老师的儿子 叫冯国柱 包括刚才提到的那个 正在读硕士的女朋友 也请到了现场 我们来认识 请坐 欢迎二位 那个 二位虽然还不是夫妻 也就像了我非常夫妻了 这个太棒了 同时给我们讲一讲 我听说你妈妈这次 一出去12年 她不是你们家第一次分居的经历 不是 你从你的记忆开始 什么时候 就这么说 就开始了这样的日子 呃 刚才啊 我觉得他们俩是有点太磨不开了 好像 好多这故事跟我 记忆之中的版本是不一样的 对吧 她能磨不开 你帮她磨 我想我记忆 跟我记忆中的版本也是不一样的 我记忆的版本应该是比较真实的 对 童言无计嘛 再问我 那个 那个 首先就是说 我们家 说我妈会做饭 嗯 假的 这是真的 我觉着 是真的 嗯 妈妈做饭很棒 说我爸只会撑面条 假的 说我们家他们俩收拾房子 收拾屋子 假的 你都不懂 你全是上 那你们到底什么样呢 来来 你给我们来点真的 你别老拦着 你别人家 首先我妈她就不会做饭 我爸刚才说那事确实是真的 就是 她所谓的做饭就是把家里边 随便找点什么东西 然后会会 往桌上一看 你看我又变出一菜了 变菜是来从这儿来的 就是说不会做菜才会变菜 对 就是比如剩半根胡萝卜切切 剩点洋葱头切切 这俩搁一块有什么味儿呢 还有青椒呢 各种各样的汇一块了 然后说你这 你看我变出一菜了 这就是创造性 这创造性 不不不不 我要跟你说一个 我这就到日本去 妈妈烤的面包 绝对一流水 那我还没机会吃 还没有机会享用 还真能吃 天下第一 不要嫉妒 真的 冯老师啊 你是不是以前没吃过面包啊 吃一口面包就以为天下第一 不不不 我们家做饭啊 基本上是我爸 而且呢 他那个厨房是不让别人进的 又来人家 又来人家 吴站长 让孩子唱所有语言说两句真话 好的 然后 然后 我们家这厨房就是 所有的东西都必须在 严格按照我爸的那个规章制度 那个位置摆好 比如说这个是水池子啊 水池子边上放了一个 放洗涤淋的那个小碗 然后把这些什么这个摆结布啊 全都放在里面啊 只允许放在右边 不允许放在左边 不允许放在左边 对咱这左撇子不就很不利了吗 可不是嘛 放在左边就过来 就第一次先说 哎哎哎哎 那个啊 放在右边 这做点活都有点规矩 然后就给放在右边 可是不方便吧 一会儿又做的 第二遍 让你放右边 你听见没有 放层次吧 一会儿又过来 层次 再过来 他这点有点像那个 搞情报工作 没听到吧 那就是所有的位置 稍微哪个都有一点变化 谁来过了 谁动了 是有这种 我妈妈每次 我爸爸一说完了之后 就在后边竖起去 专制主义 专制主义 她呀 很爱干活 我有的时候看不下去 你别带着去吧 为什么呢 这么大一个碗 上面有这么大一盘 她放上去了 再来两个小碗又放上去了 再来这么大一盘 还敢往上搁 我说你是砸地团出来的呀 对对对 这么白碗啊 这搁我们北京话叫猴顶灯啊 还有这遗传 危险吧 这危险这个 大可不是吗 拿下来 一说还不高兴 你还在帮我回拳头呢 不知道吧 这个事情你一过往那边拉 我就是交往 结果也没过程 那你记不记得这些 这个分居的日子 当时是怎么过的呢 我妈妈那年是 我十岁的时候搬过去 我挺不容易的 那时候我爸爸每天都是接送吧 随时我上学 然后那个时候 你十岁的时候 那时候你爸爸就就 制造什么车了 吹歌 自行车 你自行车怎么接送的 那时候还没有不让带人 刚开始 没那事儿 我从小就知道 骑得带人不行 你钻胡同啊 我从小就知道 你走过后头可以 你别藏一遍 走过后头 后来呢就是让他上一路 大一路 上去我再跟自行车赛跑 你骑自行车追着跟我骑车 追 追到哪儿 是李十路 李十路 让我到那儿去上车 再给他送到复外一下 那你这个当时骑车带着他是吧 有他一定的危险性 你带着他没出过什么事吗 出大方 大方 骑着自行车往学校赶 突然前叉断了 前轮就飞出去了 前叉子断了 前轮就飞出去了 我们俩俩一个又滚吧 又滚 滚在马路中间的 我没事儿 我爸摔着了 那当然都是我们这种体重大的人 你还得保护着他 当下来了一看什么事没有 别都不说 我把他抗着车提着轮子 儿子上学去 好爸爸 没办法 你现在回想挺幸福的 是 那时候不只是这个 那时候我记得再小一点的时候 我妈妈也接送我上学 他们俩坐公共汽车走 我们俩坐公共汽车 然后呢 是到了车站之后 一下来 我爸保证骑着自行车在车站等 但是已经等好了 对 对 然后我就坐在大梁上边 我妈就坐在后边 你这不是一般的带人呢 你这个 我是咋一般的 哎呀 是挺幸福的 你想一家三口骑的一个事情干什么 现在人家就是要骑车什么带个人什么的 也是人家出去了 那没我什么事了 都跟你玩了 对 是吧 整整一点 那真是又当爹又当妈 是吧 做饭 收拾屋子 洗衣服 洗衣服 骑车送给 这为什么洗衣服吗 那衣服脏了呗 不是 我跟他谈恋爱的时候就说了 为什么娶你妈 我们北方人叫媳妇 媳妇 媳妇就是洗衣服 那这回你不成了媳妇了吗 媳妇走了我就只好自己洗了 媳妇的走了嘛 媳妇走了 自己当媳妇了 当媳妇了 是不是 我们俩经常 他自己也说 他是娶我就为了洗衣服 小时候你爸这么 一把屎一把吊把你喂大 不是喂的这个 是吧 你这个自己现在也长成一个成人了 你打算怎么报答一下 我今年也快三十了 应该说长这么大 你像我从毕业之后 我都是一直没找工作 都是我爸我妈养着我 我妈没在那就是我爸养着我 然后这两年我才 逐渐自己出去找工作 然后开始挣工资 知道为什么吗 有女朋友了 不是因为有女朋友没找工作 是因为有了女朋友才要到 有女朋友才找工作了 对 可见女朋友多废情 但是我中间我出去拍过戏 我拍戏的第一笔工资就是片酬 正好赶上就是过父亲节 我的第一笔工这个钱 我是给我爸买了一个水红 然后那天是父亲节 那时候还不兴过父亲节 出门的时候没跟我爸说过这个事 然后我买了礼物包装好 回到家里面 一推门看见我爸爸坐在 门口的一个小房间里面 然后我爸爸那时候看着我的眼神 好像有点失落的感觉 因为他知道是父亲节 而且我进门的时候 电视上就在播说今天是父亲节 每一个儿子应该怎么怎么样 然后我就看我父亲说话的那个声音 看他眼神说话的声音 有点失落的呀 然后 然后我进门 没想到露出来了吧 然后我进门 那时候我把这个包装好的一个东西 放在桌子上说 爸爸父亲节快乐了 然后我爸就看着我 眼睛就湿了 那是我很少看我爸爸哭的那样子 这也是这样的 我想说一下那个 母亲节的时候 就是国众给我的一个贺卡 嗯 我在日本那个 这么长时间 我能够坚持下来 是因为有他们的支持 信任和理解 那那个2007年 5月13号 母亲节的时候 我在日本啊 收到了国中的一个贺卡 是一个玫瑰啊 然后他下面写的是 嗯 妈妈 在这个世界上 你 不仅是我的母亲 你还是我最好的朋友 你还是我最好的朋友 是你的意志 努力 坚持 智慧 善良 我 非常高兴有你 这样的母亲 祝你永远健康 每天快乐 很爱很爱你的儿子 过重 很高兴 儿子给妈妈写了一个贺卡 妈妈就好像背 而且这么长时间以来 他等于很多变了 很多变到心里了 重复了 可见孩子 其实能够给予父母啊 其实也很简单 也用不着说 说多少钱 或者说我们贵重的礼物 其实一句话两句话 可能父母对他的所有的付出 都是觉得值得的 郭雅琪 你也给我们讲讲 你眼中 我们的吴战长 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平常就是 在院里面别人碰见冯叔叔 就是看到我们俩在瓜 说这是谁啊 他说 这我女儿 就不了解 他说 你不是有一儿子吗 他说 对我还有一个孩子 你有俩孩子啊 他说 对啊 你不知道吗 就跟着往下接 够贫的啊 有一次呢 就是 婷婷的父母到北京来看她 然后呢 我就一块去见这个婷婷的父母 等回来的时候啊 一关门 我就说啊 叔叔阿姨再见 然后婷婷就跟着她爸爸说啊 叔叔再见 你是真糊涂了呢 我是真糊涂了呢 还是在那儿逗闷呢 我是真糊涂了 我当时看见我爸 我亲生父亲啊 我爸就是很呆滞地站在门口 然后我说爸爸我错了 你爸爸呆滞地说啊 这就成叔叔吧 我爸还没想到嫁出去的人 播出去的事 还没嫁出去呢 还没嫁出去 改叫叔叔了 我也找不了 放哪儿去也得叫爸 他是不是一个很厉害的人呢 小时候对你厉害吗 揍你不揍 揍 真揍啊 真揍 打老婆吗 我不想讲这件事 但是你要是 你要是非得让我讲 我就讲一讲 我怎么能飞啊 讲吧 冯霍尔是一个文工团圆出身 这个画剧演员啊 他们都是那个唇枪舌剑的嘴很利索的 嘴皮子利索 人家广大观众都夸咱们这种人 亲切地说咱们这种人是狗仙门良人 全凭这张嘴 全凭这张嘴 全凭这张嘴啊 不是有时候这个绝嘴罗子卖了个驴价 对有这个 怎么样呢 他这个唇枪舌 所以呢他那个很会那个狡辩 嗯 不是这样吧 嗯 五里脚三分啊 换句话说想从语言上战胜它很不容易 对他会那个偷换逻辑 这一点就不是我们文工团教的 偷换逻辑是自己的 嘴皮子利索是文工团教的 嗯 那个偷换逻辑 嗯 这个嘴皮子利索 嗯 嗯 那呃 因为为了一件什么小事 争执起来了 我现在记不清了 但是那个 我说不过他 因为我那个比较笨嘴 昨时候反应也没有他快 他反应很快的啊 嗯 然后就吵起来了 他就 一句一句一句的 那我就觉得我说不过他啊 当你说不过他的时候 嘴不行的时候呢 那就丧失理智吧 后来我就那个 删了他一个耳光子 就就你这个 一个日语翻译 一个知识分子 你三宾的给啊 我删了他一个耳光子以后 后来那当时我也愣了啊 他也愣了 因为你们知道 冯文化年轻的时候是一个 我刚才说 他是一个非常壮的人啊 非常壮的人 那个那个 胳膊也很粗 肌肉也很发达啊 你居然就敢打这种人啊 你这 而且他是一个非常那个 就是倔强的和和一个 火爆性格的啊 可能 他也没受过什么人欺负啊 就是这样一个性格的人 您就说这挨完嘴巴子怎么着了吧 我特想知道这事儿 写更下回分解 然后 挨完棉子 他就那个就是 夸的一下就把我 因为他会琴啊 会格斗嘛 就把我给那个翻过去了 然后举起手来 那个就要 这一系列动作都是下意识的 嗯 就这啪 哎呦 我给给给给给给给 属于动力定型 动力定型 我自己当时也呆了 也傻了 可是我看见他 举起来以后特别凶的 我我哪受过这种乌鲁啊 然后那个举起来以后 嗨 特别窝囊的 就特别傲向的 就把手给那个举到这一块 然后忽然一下无力的就给弄下来 这个时候我就特别感动啊 就他舍不得打老婆 哈哈 就那种男人的那种柔常啊 你就感到他是很爱你的啊 你的 他是一个什么样的 他是心疼你的 对 他在那样的盛怒之下吧 都不忍心打他的老婆 哈哈哈哈 哎呀 而且黄恩贺经常说这个 说 人家说那个老婆 孩子是自己的好 老婆是人家的好啊 黄恩贺就说 孩子是自己的好 和也是自己的好 哈哈 那还有没有 有没有就是说 不是刚才说的这种柔情啊 嗯 比如说浪漫的一面 我想黄恩贺一生中唯一的 做的一件唯一的浪漫的事情 就是和我结婚了 啊 我想 在我们俩一生中 这个我留下很 很深的印象 两个场景吧 嗯 两场景对在一块了 嗯 有戏剧性效果 我在干校 劳动锻炼 当时那天我的任务是打猪草 嗯 我把镰刀磨得特快 这叫磨刀不误砍开工啊 对 拿着麻袋就到野地里去了 快到中午的时候 满满一麻袋了 我就在想 我怎么样把这麻袋的镰刀 一次性背到肩上 我不把镰刀放垫 再很重的不好拿 于是乎我就 镰刀拿着 握着两个麻袋脚 突然就觉得这儿一热坏了 把麻袋一扔 血已经流到这儿了 全开了一块 自己给了自己一镰刀 对 还磨得特别快的那种 我的天哪 这儿掀开了就 哪有这么长一口子啊 到文证部去缝 黄厉侯干校领导 我就特别关心 那时候我们俩谈恋爱 没结婚 就通知家里 让他到去干校里看我 我们干校那是一片鲁尾塘 几十公里长的一条河区 特美 你们俩待着干嘛呢 到湖边去坐着吧 看着远处人们在干活 静静的两个在鲁尾塘里坐着 随便 很美 虽然我是个伤兵 那个印象我就永远的记住 为什么讲这段事情呢 就在今年 我到日本去 第一次 对 他烤的面包 这面包和猪槽有什么关系 都是吃的呀 不是 是吧 这玩意儿总是进口货 带着矿泉水 然后61岁的 60岁的两个人 背着我们的胯包 我背着我们的相机 又走到水边 我们俩看着远处有村庄 远处有山上的雪 我们吃着他烤的面包 喝着矿泉水 说我想起我们俩恋爱的时候 这时候我就想起我们俩恋爱的一个故事 他讲了 那故事我全记不全了 就是听着别人家里什么 等推开门看一个老夫妇 两个吃着白薯 他能那么有诗意 那么满足的生活 我觉得人还要什么呢 当我们随着年龄的症 我们再老的时候 他们也有一个家 我们两个哪怕吃着白薯 我们就 刚才我说我们在一起 就是足够 难道我们的冯蓝色 或者我们的吴站长 他就没有什么缺点吗 抽烟 抽得太香 现在好多了 一天最多才抽三包 那你原来抽多少包啊 原来多的时候能抽到四包吧 有输入的箱里70%都是烟 就是他 就是他 人家有没有人拦住你说你是最抽 你还是腌饭子你这个 你把这道箱里定到哪卖去 我自己开车他们没法尝 我的腌很好的 22块钱 一条 一条呢 劣质腌草还抽一大堆 有时候媳妇都说 瞧你睡完了枕头上都低级烟草 对吧 我也想少抽 后来想不行啊 咱谈恋爱之前就抽啊 你现在让我少抽就少抽了 男人嘛对吧 男人怎么了 对吧 太热了头上流出来都是烟油子 或者都是泥骨丁 泥骨丁 你中间跟他斗争过吗 我说冯河 你这个烟肉我受不了 咱们俩离婚吧 都已经离婚了 他说什么呀 他说可以啊 但是烟不能结 烟比老婆还重要 对烟是小老婆 好 我气他呢 我这走哪儿我都带着他 我不一定带着你 有什么其他的爱好吗 玩个游戏机 那玩 吴站长也玩游戏机 玩 儿子小的时候给他我们俩 给他买那游戏机 我们俩还吵架了 我现在明白你为什么事经常揍他了 抢游戏机抢不过你 不是 打坦克当年有个游戏 有这个 他打得比我好 别人有点老烦 爸爸您在坦克躲起来 耍废话 你们注意没有 刚才说的少一话 眼睛露出了一股凶光 和吴站长一样 和吴站长有一批这个 是要跟我玩 我还不能打得比他好 然后国众跟我说他要故意输 故意输啊 这是我从来没有想到 我儿子会这样一个心理 我今天我挺悲哀的 我希望他比我强 怎么他还担心我输 如果 那肯定是我们有些老同志 就是平常给人这种印象 突然这小孩小小年纪 都是争强好胜 居然想起来让老爸 这个 但是有老师承认 学电脑 学游戏 所有这些个现代的玩意儿 嗯 他都是我的老师 可以玩点传动 我爸的电脑学出来 不是因为我这个事情 是因为我妈妈她常年在日本 打电话太贵 上网聊天 网聊 网聊 因为这个 学出来的电脑 还有什么爱好 照相 照相干嘛 摄影那叫 那说的太雅 好 我们村都叫照相 咱们看一看冯河老师的 搓影技术 发展到了什么水平 哪个年历上的剪下来呢 还有一个爱好 但这样我没看着 就是 好像我听说家里面的家具都是 叔叔亲手做的 我可以自吹的说 确实好 很结实 造型也非常好 这个人就没说 我妈对我们家的家具有一个评价 什么评价 跟我爸爸是一个样子 就是宽和高基本上是一致的 那咱们今天呢 下一个环节 就是以着作 我爱我家命名的这个板块 我们请冯河来跟我们做一件家具 我跟你小一下 我跟冯老师分别利用这木料 这个一人做一小板凳 看谁做得更快 更好 好 更结实 我把你先比合比合 这怎么 什么路子 他就倒盯进去了 我这找不着了 不盯在手指上就算不错了 穆克没听上 穆克没听上 太难了 尼乘们这ürüICHU 你这剩下的已经好了 没有没有没有 没有啊 还是不大好 那你别晃呀我你啦 完了 又给我晃歪了 这会儿一人同时这还一个 不错了 咱们就这样了 来 大家给鼓掌 真是不错 那个钉子打出来不错了 对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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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里边是不是就是 有很多小板凳啊 没有 闲鱼的时间就派孩子们出去卖这些 太厉害了 太厉害了 我这个自愧不如 不是 你没练这个 练完了你说不定就是挡一下 是吧 非常感谢啊 非常感谢二位 以及你们的孩子 还有女朋友 你们这一家人来到我们现场 今天把你们的故事讲给我们听 谢谢你们 谢谢 为了表达我们的真诚的谢意 我们这儿一个礼品要送给你的妈妈 你的夫人 而且还得请你给她戴上 这是一个 一颗蓝宝石的钻剑 我再说一句话 她跟我结婚三十一年 没给她买过东西 只买过一件白宝衣衣 但没有买过任何 没给她买过东西 谢谢 谢谢 我们特别荣幸 特别乐于地给您提供这个 给妻子第一次带上介绍的机会 并且呢我们希望在带的同时 送给妻子一句话 让我们和您的妻子听到里头 都特别感动的那种肉麻话 怎么说一句 我们又可以在一起 我们又可以在一起 谢谢你们 谢谢 其实你说的话虽然简单啊 但是是很奢侈 真的 能一直在一起多难啊 多长时间没在一起了 也希望你们能尽快地更多地 永远在一起 谢谢你们 谢谢 谢谢 谢谢二位 当年的小品皇后八年沉寂 一朝复出 遭遇吸毒事件 其中有何远北 歌星孙男背后的小女人 相夫教子 明星夫妻如何不离不弃 她多才多艺 人称怪才 才有多少 怪在何处 部队里活不可爱的小女兵 父母眼中的孝顺女 孩子眼中的好妈妈 还如何练就全能人才 买红妹 台前幕后品人生 六月五日 非常父母 敬请关注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